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知道银行可以保存植物的种子吗 科学家运用了科技技术来保存种子 究竟它们怎么办到的呢 一起到澳洲走一趟都知道咯 在钱埔寨一间很特别的国家工厂 里面雇佣的员工都是残障人士 不仅给了他们工作机会 也改变他们的人生 来 跟小准伯一起关心这则新闻 想知道社区里发生哪些大小事吗 还是你想知道社区里有哪些温暖人心的小故事呢 看国北十小六年笔班的同学 如何发掘社区新鲜事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00周年 欧洲有很多国家 就来积极地筹背各种大规模的纪念活动 说到这里可以顾一下历史 1814年拿破仑发动了欧洲大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好像每隔100年都会有一次战争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想是因为史上惨重的战争 久而久之被时间冲淡了 让人们忘记了它的可怕 因此又发动了新的战争 让错误不断的恶性循环 嗯 虽然现在不太会发生世界大战 但还需要很多国家持续地再打仗 像是中东的叙利亚就发生了很严重的内战 造成上百万居民必须住进难民营 过着辛苦的生活 请看一下这个报道 韩文的冬天 气温已经掉到摄氏10度以下 在越大马夫拉克简陋的帐篷里 叙利亚难民不知道未来该何去何从 叙利亚的内战持续到现在已经快两年半 流离失所的难民逃到铃近各国 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 同样也处境堪怜 严峻的气候 连当地有房子的民众都耐不了寒冬 更何况是冰天雪地的难民营 而呼吸道感染成了威胁小朋友健康 最严重的疾病 逃出去的难民处境艰难 留在叙利亚阿勒坡和荷姆斯战区的儿童 同样也面临营养不良的问题 这个看起来像小婴儿的小朋友 其实已经一岁半 体重却只有六七公斤 大概是八九个月大婴儿的重量 营区里虽然有联合国援助的粮食物资 不过依然有多大四百万难民缺粮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 很多都古兽如柴 几乎不成任性 而对人道团体来说 更是心急如焚 战争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滞 那民运的生活也还看不到尽头 出国旅游 出国旅游很多人都会想到要去东南亚 来一趟文化探索之旅 但是东南亚有些地区的局势并不安定 被我国外交部列为旅游警戒区 比方说泰国和缅甲 今年年初泰国曼谷在大选前夕 爆发了反政府示威的活动 当地政府颁布紧急状态 我国外交部也将这个地区 列为橙色旅游警戒区 希望民众高度小心 避免非必要的旅行 以免卷入血腥武装冲突 另外缅甸政局动荡不安 去年底才刚签订内战停火协议 同样也被列为黄色旅游警戒区 对我们来说 这些国家发生的战争 可能只是被列为旅游警戒区 但是这些战争 却深深地改变了当地儿童的生活 有些人还利用儿童天真幼稚 容易被控制的特点 将木儿童从军 让他们成为战场上无辜的牺牲者 泰勉边境的克伦邦山区里 27岁的双胞胎兄弟 强尼和露瑟 看起来跟一般年轻人没什么两样 但是你可能想象不到 他们曾经是缅甸内战的娃娃兵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的西北部 因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和政治改革运动 从20世纪中期开始 爆发一连串的血型冲突和内战 无情战火让缅甸成为东南亚最大的难民输出国 许多儿童青少年也因此成为战争下的无辜受害者 1997年 强尼和露瑟才十岁 就已经拿着比自己个头还要高的强汉 率领500名士兵上场打战 他们自称为上帝军 是一支克伦族的反抗军 虽然缅甸政府军有两万多人 不过上帝军却在游击战中屡屡获得胜利 经历九年多枪林弹雨的生活 2006年上帝军因为无法抵挡政府军的围剿而宣布投降 强尼和露瑟两兄弟也从此分道扬镳 强尼住进难民林里 露瑟则以居瑞典各有了各自新的生活 如果可以过和平的生活 说谁喜欢战争对强尼和露瑟来说 那段在枪口下求生的日子 唯一值得回味的只剩下老战友之间的革命情谊 同年应该是上学念书跟同伴玩耍的年纪 强尼跟露瑟却只能把弹架当成玩具 为了生存而杀人 后来虽然战争结束了 他们的纯真岁月却再也找不回来了 和缅甸一样内战不断 强制招收儿童当娃娃兵的 还有非洲中部的钢果民主共和国 因为种族仇恨和争夺资源的关系 钢果政府军和反抗军产生严重对立 这场内战涉及了9个国家 和20多个武力势力团体 被称为非洲的世界大战 虽然钢果政府在2003年 跟叛军签下了停火协议 但是武装冲突还是不时上演 在这场战争中 有高达三成的新兵年龄都在18岁以下 甚至有很多的小朋友 才89岁就被大人掳去从军 目前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 已经成功将500多名娃娃兵离开部队 有些回到家人身边 有些则住进难民营 但是根据估计 钢果至少还有4500多名娃娃兵 2012年10月4日 钢果政府向联合国承诺 并签下不再雇佣同兵的同意书 许多非政府组织也向父母们宣导 不要让未成年的子女入伍当兵 希望随着钢果局势的稳定 所有小朋友们都能过着和平正常的生活 狗狗一直以来都装于人类 也是人类最好的动物朋友 但在罗马尼亚 却有很多流浪狗遭受到民众的虐待 令人感到很难过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关心 灰白色的流浪狗伤鹃被人砍掉 软弱无力地趴在地上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原来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 有好几万只流浪狗 去年年初有一千多人被流浪狗咬伤 后来还发生一名四岁男童被咬死的意外 这件事情激起民众对流浪狗的怒火 当地虐待动物的案件也因此而暴增 虽然当地政府已经通过管制流浪狗法案 开始捕捉收容流浪狗 但是14天内没有人热养就会被暗乐死 警方又无法遏止民众对流浪狗的暴力行为 该怎么解决这个大难题 让相关人士伤透了脑筋 罗马尼亚有这么多的流浪狗遭受到虐待 甚至暗乐死 同样的在我们台湾也有发生类似的虐狗事件 看了实在很令人感到痛心与不舍 可是我们小朋友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要养狗 就要爱护它 不要丢弃它 这样才是一个负责任的狗主人哦 紫星你听过植物银行吗 顾名思义就是保存植物的地方嘛 可是你知道怎么保存植物吗 嗯我想应该是保存植物的种子吧 没错因为科学家安心天灾热火可能会造成植物的灭绝危机 所以特地将植物的种子存留下来 可是又不是所有植物都是利用种子繁殖 像是马铃薯是利用快筋发芽 橘粒是利用包子来繁殖 这样该如何保存哦 别急别急 跟我到澳洲皇家植物园一看就知道啊 澳洲是全球最大的岛国 不仅拥有最多的世界自然遗产 还是超过两万四千种植物的家 但人类经济活动以及气候变迁 造成至少52种植物消失 因此澳洲皇家植物园 宣布成立植物银行 专门保存植物的种子 种子银行的概念来自古时候的农民 将古物保存在罐子里 避免洪水冲毁农作 发展到今天 科学家保存种子 是担心气候变迁可能危害植物生存 或是病虫侵害 严重的病虫侵害 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摧毁一个物种 但并非所有的植物都能通过种子繁殖 像是苔藓、蜀类和蕨类 它们利用包子繁衍 又或者像玛林树透过快筋 草莓透过匍腹筋 长出新植株 因此需要特别的设备 保存活体植物的营养器官 植物银行不仅保护物种灭绝的危机 同时也成为学者的研究 因为在保存过程中 可以观察植物喜欢在什么环境中成长 适合哪一种气候 为什么科学家要大费周江的保存植物呢 因为植物不仅制造出人类赖以为生的氧气 同时还是粮食以及许多药物的来源 目前水里市郊的植物银行 已经搜集到全澳洲大约五分之一的植物样本和种子 它们的目标是保存所有的植物物种 确保多样性 运婷在柬埔寨有一间很特别的果价工厂哦 它们雇用的员工都是身心障碍人士呢 哇 这样不仅给它们一个工作的机会 也改变了它们的人生了 嗯 是啊 赶快一起到柬埔寨来关心这些新闻吧 捕名哥哥传上再满的蔬菜 正要送到妈妈的农场里 看四乖巧的捕名哥哥 你可能看不出来 过去是她是让妈妈担心的孩子 原来妈妈生下不明后就得了重病 无法给予足够的难水 让他体重过轻 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 造成脑部永久损害 成了精神障碍者 在柬埔寨 对残障者的提示很深 不管是教育或是就业市场 残障者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也导致大多数残障人士更加贫穷 两年前一个法国非政府组织 在首都金边成立了一个果酱工厂 特别的是他们只顾用肢体和精神障碍人士 另一位工人那名哥哥 是工厂里唯一一位肢体残障 他在一次意外中失去双腿 但是做起事来比谁都认真 果酱工厂生意不仅蒸蒸日上 也给了残障人士一个就业的机会 提供了一个舞台展现他们的人生 安田你在看什么 你在看电子道啊 身为小主播看天下的小地者 一定要知道天下事啊 不然我怎么报道最新的消息 给观众朋友们知道呢 知道也是 看来我也必须好好从事我自己了 对了 紫星你知道吗 国立台北教育大学 附设实验小学 里面也有小小记者耶 哇 韵婷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啊 哈 这是从我手上的佩 知道了啊 因为他们的学生利用网络 发表了四期的电子报 新闻短片 还有广播节目哦 哇 那还等什么 赶开一起去认识这间学校吧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国立台北教育大学 附设实验小学 听说这间学校有一群很厉害的小记者哦 我们快去一看究竟吧 好 导演开始 到五个之后就不能有任何名哦 好 准备 五 四 五 八 二 十三号第二次 十六年饼班十三号年问题 没有参加没有参加 大家好 我是小记者何汉元 我现在就读国立教大副小六年饼班 这学期我们全班同学一起参与文化部 所举办的小小社区报培训计划 我们的社区报是以电子报等形式出刊 内容除了文字专题的新闻报导外 还有广播节目 新闻短片等 都是由我们一手包办的哦 一起来看看我们努力的成果吧 第一段就是你参加了什么 然后你的印象最深刻 正在指导同学的邓志哲老师 十六年饼班的班导师 去年因为参加文化部的小小社区报 培训的课程 所以阿哲老师带领全班同学 制作四期的电子报 嘿同学们你们在做什么啊 我们在整理第四期要初刊的影片 那你们在制作新闻的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心得想分享 在之前我采访过韩国学生 他们让我的视野更加广阔 在制作影片的过程中 但令我有更多的自信心 也使我充满了成就感 看到同学们认真全新的投入 真的好令人佩服 为了顺利完成采访任务 丙班的同学们在采访前 可是做足了准备 我们担任小主播的时候 要先去查对方的资料 这样才能要进步了解他 然后再来就是追问 就是当他你问完一个问题 他回答以后 如果他的回答里面还有问题 我们再以他回答中的问题 再去问问题 采访他以前要先跟他沟通一下 先了解一下对方 我们在采访前都要先查 有关于受访者的家事和兴趣示好 然后我们再把它查好的资料 列印下来 再重新整理一遍 顺便把它备收 在采访的时候才不会出球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段 丙班同学所完成的专题短片吧 欢迎收看面卖电子报第二期新闻的播出 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主题是 社区新鲜事 我是喵喵电子报的小记者 很高兴今天能够采访来自韩国首尔 大学附设小学的小朋友 谈谈您觉得台湾的教育 同学的作品是不是很棒啊 影片可以顺利完成 是这样的帮助功不可没 如果能够透过这些采访活动 让他们看到不一样的人事物 我觉得对他们将来的 那个生涯的规划或发展 都会有正面的帮助 像我们曾经采访过韩国妈妈 然后我们也曾经采访过 嫁给埃及人的一个台湾的女儿 我想这些对他们来讲 都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点点滴滴的采访经验 充实了六年丙班的同学 也让他们对现在的媒体 有了不同的想法 应该普遍的新闻应该要播出 像是社会案件或者是 民众的生活问题之类的 可是现在却一直播出一些 综艺节目会出现的 现在的电视新闻 都是播了之后一直在重复 前一个小比赛干过 然后马上又有 透过小小社区报的活动 让同学们扩大视野 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其实只要细心观察周遭事物 用心挖掘感人故事 每个人都可以是优秀的小记者哦 看完了我们的进播过程 是不是也让你很感动哦 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我们四期的电视报也已经都出刊完毕咯 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帮忙欣赏哦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想要主播看天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